咱们很多的种植户啊 就是通过啊 我们拍摄的一些无土栽培啊 这样的一些视频以后啊 有些农户啊 对这个无土栽培现在比较感兴趣 那么无土栽培 怎么样做到一个既提升了口感 第二个呢 又有高产量了 这期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无土栽培 那么关于它的一个水肥的一个管理啊 无土栽培呢 它很重要的一块呢 就是在水肥管理这块 每天它要达到一定的蓄水量 我们这边呢 是五个棚啊 一个棚的是一亩地 基本上每一天的这五个棚啊 这个蓄水量呢 要达到22方水到23方水之间 这个水量呢 是每天不定的 第二个呢 就是肥量 那么咱们只需要掌握一个标准啊 就是说无土栽培的时候 咱们第一个呢 要监控它的EC值 也就是这个 盐分啊 EC值呢 一般呢 咱们只要控在 那么三以下啊 就可以了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EC值呢 基本上就是控在 2.4啊 2.5左右 那么肥料 它有一个虚肥的一个规律呢 就是说从苗期一直到这个结果的盛期到末尾 基本上就是每一颗它的虚肥量呢 是在1.5克啊 到20克之间啊 一直走高峰就行了 好多陋户现在其实走入一个误区啊 说我一亩地 我应该虚肥多少量 这个 问题呢 是实际上啊 是不准确的 应该说我这一亩地 我是栽种了多少颗苗子 然后根据每一颗它的虚肥量 然后来决定我的一个棚 或者我的一亩地 应该去使用啊 多少这个这个量啊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吧